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国君应坚守六条选拔人才的标准 应拥有三样珍宝 六条用人标准是 人 义 忠 信 勇 谋 三样珍宝是极有经验的农民 技艺极高的工匠 极善经营的商人 长久坚持六条用人标准 国家就会繁荣昌盛 三宝得以保全 国家就能长治久安 为人君者 必须注意六手三宝 六手是拿来选拔人才的标准 三宝是谋划经营事业的重要原理原则 所谓六手 一约仁 二约义 三约忠 四约信 五约勇 六约谋 四位六手 文王约 圣则此六则奈何 怎么样很慎重的来选择 具有这六种德行的人呢 这是进一步请教了 当然仁义 忠信 永谋 这个确实都是观一个人的德能 太公接着讲 太公曰 富之而观其无范 他拥有了财富了 然后观察 他是否会愉悦礼法 贵之而观其无焦 使他尊贵了 观察他有没有骄傲欺负人 富之而观其无种 托付给他重责大任 观察他是否会专权 他会懂得不自尊 自担自傲 他懂得寝室上面 及时广义和不专才 使之而观其无影 使他处理事物 观察他 无影就是不会欺骗 不会虚伪 为之而观其无恐 使他承担危难的任务 观察他是否会恐惧 视之而观其无穷 让他处理突如其来的事变 观察他能不能应变得当 应变无穷 富之而不犯者 人也 富有而不愉悦礼法 是心中存有天理的公平 这个即是人 从这个富而不犯 可以观他有人的德行 贵之而不交责 义也 他富贵了 但是不骄傲欺负人 这个人有义的德行 因为人一贵了 是有地位 是国家的信任 应该是透过这个位置 去敬知欲之恩的道义 感谢国家领导 也感谢人民的信任 这个是义 代弊脯 身贵端 这是贵啊 虽贵端 持而宽 这领导者 或者是说家里比较富有 有请用人 人能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都是很深的缘分 应该照顾他 栽培他 而不是欺负虐待他 富之而不转 者 终也 富之就担任重任 而不自尊 是心中存有 忠诚的操守 使之而无隐者 信也 他处理事物都非常坦诚 不会隐瞒 这是诚信之德行 为之而不恐者 永远 让他面临危难的挑战 他不会恐慌 这个是他有勇敢的德行 使之而不穷者 摩也 用很多事变来考验他 他能够应对充容 而且能想很多好的方法去补救 这个是有谋略的人 人均圣此六者 谨慎从这六个角度去观察他的德行 以为均用 判断清楚了 这是可用的人 你重用这些人 人存就证据 他就可以把这个部门做好 或者利益了这一方的百姓 均无以三宝戒人 以三宝戒人 则均将施其威 大农大工大商 为之三宝 另外这个三宝就是 大农大工大商 人均不可以把这三种经济组织 的权利给予他人 给予他人 这个人均可能就丧失了权威 我们现在看很多工业 商业 农业 都发生财团的垄断 垄断以后大家要考虑到 商人假如没有接受传统文化 他把什么摆第一位 把利亚 那他炒作整个物价 老百姓日子都过不下去 要得君王都没有办法去调节 农工商的情况 这个国家就为难了 很多那些财团就把持住了 社会很多不公无奈的事情 就越来越多了 这个都是一开始国家领导者在做这些决策的时候 有没有注意到这些长远的考虑 有一些国家他比较冷静 他会用国家的机制来调节农工商 不会失控 这是正确的 六手掌则国仓 三宝丸则国安 能够坚守六手的原则 国家就会繁荣盛 得贤者就安苍嘛 有贤德之人就会昌盛 三宝丸 丸就是能够保全得住了 国家比较能够长治久安 刚刚用的那些方法 富之 贵之 这些情况啊 其实都是观行必考其机 在这些境界当中 他实际的反应 实际的应对 就可以观察得出来他的德行 尤其孔子有一句话讲 君子如忠实之间为人 造次必于世 颠沛必于世 一个人在已经是穷困的时候 甚至在逃难的时候 恐慌当中 他还能保持那个为人着想的心 这个就是不简单 参三者而降之 尽少失忆 把这三方面综合起来 详细的分析啊 那就会较少出现判断人 用人差错的情况 一般在商业当中 我们常常听说 在商言商 这一句话的意思好像就是说 一定要先把什么摆在第一位 把钱摆在第一位 他们都强调的是道义 他们说到呢 像灰商讲的 立元起义 由义生立 义在立先 才智道生 这个是老祖宗的教会 老祖宗 重视道德 所以各行各业都出圣贤 因为都把道德用在每一个行业 中国 中国是重视 中国是重视 能力道德的传统 对于修福 也没有疏忽 看故事后 我们常讲的 古生与先王 他们 智过的 礼念 其中也有三宝 这个三宝 用现在话 就是佛宝 他讲 大农 农业 重视农业 大工 重视工业 大商 重视商业 这大农 大工 大商 固执三宝 所以他没有俗获物质 没有俗获财富 尤其在这个世界 有身份 有地位 同志一方 你至极 陈旧 全靠佣人 人 还得栽培 古人所谓 盛念树木 悖念树人 中一棵树 盛念才成才 叫人 眼光要看得远 真正有智慧的人 他确实 能看到 百年之后 有这样能力的人 带行 学问 人民就有福报了 社会 可以得到 尝之旧 尝之旧 培养人才 跌装打死 这事法里头 在古时候 确实 我们走遍全世界 才知道 中国古人 对这种事情 真用了心 世世代代 都把培养人才 摆在地上 都将求 知人 善用 虽能成就 事工 造福 人民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